主席各位同仁我們請林董事長 請林董事長 好 董事長你好 董事長你好 那我要跟您請教 關於這個 台氣聯啊 這個動員台商 要回台灣投票這件事情 包括去協調這個優惠機票 那照道理說呢 是對台商的服務啦 這個沒有錯啦 但是重點是在於說 因為台氣聯的重要幹部 無論是在中國或者回台灣 都對外說 希望台商都能夠啊 來支持中國國民黨的候選人 那所以這兩個一連結呢 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今天 一手幫台商去爭取優惠的機票 另外一手跟大家講說 大家回來投票啊 要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 這個部分 海基會有沒有參與 我來說明一下 這個我們台商回來行使公民權利來投票 這是應該要鼓勵的 他回來究竟是投籃投綠 或是投任何一個候選人 海基會有沒有參與 海基會有沒有參與 海基會 基本上我們是遵守行政中立的原則 所以他們發起這個活動 或者是台氣聯這個公告 在這之前 海基會並不知道 我們當然知道整個台商 他們在辦理任何 台商辦理任何活動 我們都有 你們事先就知道了 所以我跟妳要請問這個分寸 我們不可能 不可能說台商辦理任何活動 我不瞭解 我都瞭解 我都瞭解 我把話問完嘛 是 我要跟你請教這個分寸 是 你今天這個公告跟大家講說 我提供優惠的機票 而且我把你送到 你回到台灣之後呢 我把你送到你的戶籍所在地 提供交通工具 送到台灣戶籍所在的城市 然後又跟大家講說 我希望大家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 這個有沒有預約服務的這個界線 有沒有嘛 這樣齁 因為台氣聯是一個民間團體 你剛才要告訴我說你們都掌握 我當然知道他們辦任何活動 現在我跟妳請教 現在我跟妳請教嘛 是 你覺得台氣聯這樣 有沒有預約服務台商的界線 我想很多團體 有的人他主張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這是他們一個團體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台氣聯一方面 跟大家講我提供優惠的機票 而且我提供交通工具 把各位送到台北市台南市 你的戶籍所在地方便你投票 然後又跟大家講說 我希望大家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 這就是買票啊 台灣是多元社會啦 多元社會就可以買票嗎 多元社會任何人都可以發表他 多元社會就可以買票嗎 這不是跟買票無關 因為他這個是提供一個議會機票 任何人都可以去訂票 不是說我要投籃的才可以訂票 投利的不能訂票 任何人都可以去訂票 任何人回來都可以行使他的公民權力 你海機會是不是一個民間團體 你海機會是不是一個民間團體 你行使什麼公權力 你如果行使公權力的話 你就應該去制止台氣聯啊 你手上有什麼公權力 我是在政府授錢之下 你只是受政府委託你 那個不叫公權力 那只是政府委託你 去辦這樣的業務 我現在要問你 海機會會不會一方面 在服務台商 一方面又跟台商講說 欸 我跟你講啊 你們投票要投給誰 會不會 海機會我們是行政中立 會不會嘛 我們行政中立 包括你本人會不會 我海機會我行政中立 你會不會這樣講 我行政中立 行政中立是會還是不會啊 我海機會就是中立 我的問題只有 我的問題只要你用一個字或兩個字回答 你不用跟我用四個字回答 會或者不會 我以海機會董事長的身份 我是中立的 你以海機會董事長的身份你是中立 我不會用 你有時候不是海機會的董事長 我這樣子以海機會董事長身份 我不會去用海機會董事長身份去 這個 這個 9月6號中央社報導 對 九合一選舉兩岸台商 國民黨後援總會今天成立 是 然後呢 等等等等 這個 這個 兩岸台商國民黨後援總會邀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副主席 吳敦毅 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主席團 主席林中生 等等這些人啊 這個 這個去出席啊 這個後援總會的成立 所以你去出席 你就又變成了 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的主席團 所以你看喔 你一方面 做的是服務台商的事情 經過政府授權喔 你是海機會董事長 你在台商面前 你就是代表這個政府 你說那天是假日 我去的時候我變成 國民黨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叫做 中央評議委員會的主席團的主席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的行政院長 可不可以 或者任何一個官員 可不可以在任何一個時刻 他突然變身 變成國民黨的黨員 尤其是在他業務相關 如果跟他業務不相關的話 我們不會去質疑行政中央 所以你看 包括海基會的董事長 都這樣明目張膽的去出席 在中國所舉行的 國民黨的這個 後援會 那在台灣 不管在哪裡 的後援會 你的對象是在中國的台商嗎 你都可以這樣去出席 然後你說你要行使公權力 你沒有公權力可以行使 你當你接受政府委託的時候 你在特定的業務項目 你就是政府的代理人 你就應該自我節制 然後 台氣聯 有你這樣的海基會董事長 當然就會有那樣的台氣聯啊 用服務台商為名 提供優惠機票 我跟大家講說 你們回台投票 機票可以便宜 而且我給你用交通工具 送到你的戶籍所在地的城市 然後我跟大家講說 欸欸欸欸 大家都是支持國民黨的 那是什麼意思 人去投票 當然我們都看不到 你臨終生 我跟你買票 我說欸欸這錢我拜託 搞我錢是什麼人 你去投票我看得到 我看不到了 那難道這樣 這個買票就不成立嗎 我只要提供了 對價關係 我只要提供了 在實質上對你有利的 資源 不管是不是金錢 然後我告訴你說 請大家要支持誰 這個不叫買票嗎 那你今天站在這個地方 告訴我們說你行政中立 我問你 說你會不會替國民黨的候選動員 動員台商支持國民黨 你告訴我說我們行政中立 我只要問你說會或者不會 這兩個 兩個答案 你只告訴我你行政中立 行政中立是什麼意思 行政中立是說 當我去中國訪問的時候 你今天去中國訪問了多少次啊 我去了十次 你去了十次 這裡面有沒有碰到假日 有沒有 有碰到假日 有碰到假日你就變成說 我不是海基會董事長了 會這樣嗎 那所有公務行程出去那邊不同 公務行程出去不同 所以你的公務行程 在遇到假日 你還是海基會董事長 但是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突然變身耶 所以我現在來幫國民黨助選啊 我現在不是海基會董事長了 跟我公務就不相干 跟你公務怎麼會不相干呢 你負責服務台商 動員台商支持國民黨 跟你公務怎麼會不相干啊 海基會董監事訪問團 或者海基會醫藥衛生參訪團 或者海基會文化參訪團 或者海基會關懷廣東台商參訪團 這些都可以被你講成叫做公務行程 只要去參訪就是公務 但是問題是這樣 這些參訪 有沒有哪一些 是去那邊做生意的行程 或者有沒有哪一些 是在那邊去做公關 或者有沒有哪一些 其實跟服務台商未必相關 或者有沒有哪一些 其實跟兩岸的交流 未必直接相關 或者有沒有哪一些 只是假借民意 到那邊去走你的個人行程 我們都不知道 你們通通叫做公務行程 海基會這一年的參訪團 總共去 從2013到2014 總共有27次 你知道每個月啊 你們每個月平均跑兩次以上 這麼多的叫做參訪團 你們都叫做公務 你們做了哪些公務 坦白講我們完全看不到 但是我們看得到的是什麼 看得到的是你利用海基會董事長的身份 即便你說 我是國民黨的中央評議委員 在現場有沒有人介紹你是海基會董事長 有沒有 沒有他介紹我是中央評議委員主席團主席 那大家知不知道你是海基會董事長 當然 當然 當然會知道 所以這個很簡單嘛 你今天去到那邊 你就是用海基會的董事長 發揮你的影響力 你會偏僻的跑到中國大陸 有沒有去摳 選舉的行程 我怎麼知道 那你要我們相信你們是叫行政中立嗎 當你作為海基會的董事長 你都不能謹守奮祭 一方面 太和台氣聯 提供機票 幫國民黨買票 一方面 出席國民黨的造勢活動 作為海基會的董事長 行政中立這四個字 對你來說是絕大的諷刺 這很大誤會 因為台氣聯那個機票不是台氣聯提供 是韓國公司提供的 他優惠 我們台商會來投票方便 他這個 他過方便協調 他不是 他是韓國公司提供 他不要跟台氣聯登記 不要他認為韓國公司可以去登記 謝謝